為在大阿里山日拋處的恆恆水年 飛起近一年後 將成年的鎮業水年產業專行觀光工場 31號規模英文 各議館中仰良六個水年產業專行文化觀光商品 先為阿里山觀光榮得如有的新立軍 歡迎全國UK來一座水年觀光榮風紀錄 隨著世代恩情 又來這年始終英文日一間南 恆恆水年為了選舉新興起 其中一九年恆動專現在做作業 在關乎一間七歲的協助之下 今年五月在經濟部 一陣同過觀光工場的兵鑑 正是新衛嘉義官第七間觀光工場 也是西部第一座 全台第二座水年主題的觀光工場 今天嘉義官場仰良政策規模正是英文 李維丹明文夫人料作為 看到鄉長林青金以及各界貴賓館裂 提供全國UK 這次鑑入優惑心台 優惠的專心由去體驗 那現在四十六年後 那今天新新水泥找到新的生命 未來會以觀光工場的名義 來面對所有的台灣的所有的鄉親 所以新新水泥的生活員的開幕 那今天大家都非常的一個高興 那實際上水泥跟大家的生活 是密不可分的 那當然它也可能是一個材料 那這個材料跟我們所有的 這個主要的一個連接的部分 包括所有的這些工程 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關係 當然現在水泥業 慢慢的也有走路到文化產業 那所以很多人用水泥去做所謂的乾筆 研製筆也有用水泥去做一些相關的文化產品 包括鎖錶 所以我想這個未來水泥業 能夠提升到文化產業 那或者是觀光業 我想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希望今天新新水泥的生活員的開幕 能夠為這條路線的台18線 這個觀光廊道能夠增設 擴大縣政府包括嘉義縣的觀光能量 那也謝謝退伍會 謝謝新新水泥的領導團隊 能夠在這個地方 從一個完全已經廢棄 然後找到新的生命 然後變成觀光的一個樂園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墮入來這個地方欣賞 來這個地方觀光 四周兩千萬達成的餐廳 提供這年制定體驗 尤其在新衣食獨立的降入錄圈 感受尊重的降入空 體驗這年降到時代進行 發覺水泥創造的13億美學 觀光廣場西遊營兵大天 燈電龍德 泥漾劇場 水泥破浪費 數位體驗秀 晚泥聚落 鄉親文創工廠 以及情緒有落寫 剛剛行政院方務員講 第一個是國家政策 第二個就是我們在101年以後 事實上這個水泥在西部 我們就不做生產了 但是因為我們有資產 我們有建物 我們也有同仁還在這個地方 想就是說 是不是配合國家的政策 從觀光 農業 文化 這個角度來切入 那我們這的確是一個好地點 所以我們才會開始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過去大家都在左手做這個 那我們只是來執行它 希望它只是一個開始 未來還是朝向觀光 土地活化 這個部分來發展 謝謝 未來向外区參觀動選 會將保護港頂會起人家 頻道行為家起人 中心會議行社名 行為越有新代表 外陸阿里山館說越有就算 水泥新聞創民黨 韓六兄 蔡鳳報道 網TV行動客服全新登場囉 現在只要下載網TV行動客服 並登入您的收視戶資料 就可以馬上查詢電子帳單 發票及直播頻道等 行動帳單 客服服務 讓您帶著走 一次滿足所有需求 網TV行動客服 最聰明請快去下載喔 網TV數位電視